14.6秒 黄峰只领先 3分 现在换热火进攻 在此危急 纯王之秋 林苏豪上 热火进攻 这是独安卫 我们看他进攻 往内切 转身 进 漂亮 两分 只差一分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 独安卫进攻之后 他们到底 谁会来接球 他动作很漂亮 好你看 Barton在这边 Kemba在这边 Marvin在这边 林苏豪在这边 所以林苏豪是要往外跑 因为 真的接球是Kemba 但是你看Marvin在这边 Kemba没有要去接球 你看他一直往外走 Barton也不管 林苏豪他只好不管 奋不奋身 赶紧跑过来 然后 他过来 但是他这边接不到 Marvin现在跑过去 但是他 林苏豪很聪明的 你看 挤着他 你看 Kemba一直往外跑 接球的人哪里往外跑 所以 林苏豪往这边跑 Marvin看到了 结果就 把球丢给林苏豪 这个时候 你看 非常会 他们上来包夹 你看撞到林苏豪 林苏豪 往外 这个是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包夹 结果林苏豪 得到罚球 罚球的机会 在这个 最后 他们只领先一分 最危险的时候 Kemba并没有要接球 把痛他也不接球 把痛也不接球 把痛也不接球 结果林苏豪只好奋不顾身地跑过来 取得了这个宝贵的罚球的机会 这是林苏豪的特写 你看 现场的虚声多大 强大的压力 你听 听到没有 林苏豪在强大压一下罚球 他必须打进 106比104 林苏豪先两分了 这种恐怖的虚声又来了 你看这后面 真的是让人家看着手软脚软的 林苏豪压力下 罚球第二球 107比104 现在又换热火进攻 空力力在守独安卫 独安卫上来 林苏豪在这边 好 发球 林苏豪是出道球 弱点撞上来 犯规 林苏豪又得到一个犯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重播 我们要看 黄蜂发球 为什么又会发到林苏豪手上 而不是发在Kemba的手上呢 这个是很奇怪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用慢多多看 好 现在是独安卫的进攻 独安卫从这边进攻 Kemba在这边 其实他已经失守了 这个边 然后他在这边 然后你看哈 现在他上来哈 马文在这边 其实Kemba是 很容易 等一下马文发球 他是很容易接到他的发球的 你看 Kemba应该 他随便一跑就接到 结果没有 你看 林苏豪直直冲向 马文 然后接到这一球 结果 他们两个又撞上来 现在是 罗电又撞他 林苏豪 他的保护球 把球紧紧的抱住 然后罗电撞过来 撞到林苏豪的头 这时候林苏豪在 黄峰只领先一分的情况之下 抓到这个球 然后 他又得到两次 宝贵的罚球的机会 因为这球是林苏豪 少有的用头板压撞倒的 镜头 所以不禁让我想起要做这个有趣的一个画面 因为林苏豪小时候 他妈妈说他常常用头去撞墙 好我们看这个 哦 林苏豪过来了 哦 罗能人要撞下来 林苏豪说 嘿 看我的铁头 你敢撞我 你看我铁头 哇 罗电倒地 果然 林苏豪从小就练成的铁头功 在这一场比赛发挥了功效 107比106只领先一分的状况之下 林苏豪的铁头功保住了这一球 而且让他得到两分的罚球机会 刚刚这段只是讲笑话 其实林苏豪非常担心 Rule Day 你看林苏豪他自己的头被撞到 但是呢 他非常担心Rule Day 是不是有被他撞伤 所以他就一直跑过去 一直看他 毕竟林苏豪常常在场上被他打 所以己所不欲 欲施欲人 他一直很担心的一直在旁边看 他是不是有把他撞伤 这个就是 这个金钱的荧幕 哇 真是在那边看伤势 接着 林苏豪要罚球了 哇 你听的声音多大 很可怕 如果我们在场上听到这种声音 我们脚都要软了 你看 现在林苏豪要再罚两球 他们现在是107比106 又是只领先一分 所以这两球非常重要 哇 你看 这声音多大 哇 林苏豪又有起伤 又罚击球 他就是他罚击的第三球了 108比106 又回到两分的领先 林苏豪顶住压力 你听的声音多大 哎 又进了 109比106 剩3.8秒 第四节 林苏豪帮黄蜂队 又抢回了三分的领先 你看 你看他的态度 有一种舍我骑谁的态度 你看他的眼神 就是我啊 上一次对辉狼 林苏豪在最后22.8秒 站出来 拿到两球 然后罚击四球 这次又是这样 所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来看 他 独爱卫投进这球以后 林苏豪抓球 就跟 Stephanie Ready上次讲的一模一样 他 Step up to the ball 他直接冲向球 In the passing line 直接冲向球 而且在球的路线上面 拿到这颗球 完全依照Stephanie Ready讲的 然后 hold the ball tight with two hands 你看到没有 直接 用两手紧紧抱着球 不让别人来抢球 所以他做了完全正确的动作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 替球队赢球 我们现在看 慢动作 他现在好像要干嘛 他走过来 你看这是Lua Dan 他刚刚下场 因为 跟林苏豪相撞 现在他上场 你看林苏豪 他这个人非常有风度 而且他有一种 极所不欲 物失于人的态度 你看 他特别过去 跟他打招呼 你看 跟他拍了一下手 说 哦 刚刚大家相撞 让你受伤了 不好意思 你看 他这种态度 真的是 一种典范 他对人 真的是非常的 好 打球 打球 就是打球 他并为 要做最后一集 罗电发球 你看 这是 Duan Wei 三号 他很快的跑过来 然后 接到这个发球 只剩下 3.8秒 他自己运到 这个三分线 然后跳起来 投篮 可惜 没有中 所以 黄蜂队就赢了 热火队 的一哥 就是Duan Wei 不管怎么样 最后一集 他就勇敢的 跑过来 拿球 而且 坦白讲 他这一季 他的三分球 非常差 只有19% 但是他还是 最后 投了这一季 你看 很骄傲的投了一季 不进 就眨个眼睛 就算了 这是真正的 球星啊 不像 例如Canva 还有哈登 他们不愿意扛起 一哥的责任 在最后一集的时候 他们就不出现 都要叫林苏豪去扛 他好像很高兴 但是问题是 没有用啊 你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球星啊 你只是个 人造卫星啊 你看 这是我们的林苏豪 他的特写 他在这场球里面 成了一个 无名的英雄 但是他帮球队赢了 L UE 如主播讲评 舒豪 化身 MKG 独秒释法 完胜热火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 还 谢谢观赏 非常